今天這麼多人很意外 因為疫情很厲害 我沒有估計到有這麼多人 還有今天我們很高興 有兩位在加拿大很著名的攝影家都來參加 他們是藝術家 你以為的話 你們可能覺得很新奇 在國畫裡面沒有人這樣畫的 這個其實是怎樣呢 他畫的拿的不是形象 他拿的是意境 所以呢 他就叫我寫個四個字給他 傾聽花海 花海我們是看的 但是他是聽的 就是怎樣呢 就是由聽都可以看到 表現到一個意境 他這個意境是聽出來的 然後聽出一個意境 然後再畫出來 所以例如這一幅 你看他的扭白 你看到呢 整幅畫有了層次 例如這一幅 他的不同的紅色都有層次 不是一個紅色 是不同層次的紅色 是不同層次的顏色 你 他從來 現在又來一個 我們很開心見到的議員 Fabrik 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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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嘉賓很多 有藝術家 有藝術家 還有這個政治家 他曾經跟中國 和中國人 和中國人 做了好多事 但是我很 不滿意的就是 他最後一次選舉呢 居然被一個人 用計謀將他打低了 贏多票 這個人做了議員之後 沒多久被開除了 You want me to translate Yes 他在政治上 其實也是和那些畫法一樣 他們要他是一個境界 不是一件事件 所以呢 他做了好的事 沒有人知道 因為整個境界轉好了 不是一件單獨的事件 別人覺得好 飛沙的攝影 Colman的我沒有欣賞過 差不多 飛沙的攝影 也是議警 他曾經和我合作 開過一個展覽 開過一個展覽 在市政廳 為什麼他可以和我合作呢 因為我畫的是議警 他拍出來的也是議警 我記得他有一幅畫 攝影 我印象很深 一條柱有花的 一個女仔 抱著那條柱 那個表情是他的心境 他們兩個成為一個很好的對比 那條柱和女仔很好的對比 加上後面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這幅畫 他這幅攝影 和中國人畫人物畫 拿意境是同一種意趣 你們欣賞這幅畫 不是看畫的形象 是看畫的意境 你感受到什麼 你覺得什麼 看完這幅畫 這是藝術最高的境界 好了 多謝你們